展护官 来来来 你看 人家多有争议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们好好聊 一遇风景 祝你们喜极良缘 那看什么看 赶紧走 王爷 王爷 我来 姑娘 我大宋青年 人才辈出 若是姑娘不嫌弃 展某定会为姑娘 找个好人家 可是王爷跟我说的 是展大人你呀 承蒙王爷厚爱 也十分对不住姑娘 展某已经有心上人了 恐怕 要辜负姑娘的一番美意了 心上人 她是哪一家的姑娘啊 得到了展大人的垂涯 我换她 小琪 你也是来相亲的 你是 我也是来相亲的 你们宋国 可以同时约见两位姑娘吗 别说是两位了 这四位五位的都有 只要看得顺眼的 都会带走的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 没有 那这样的话 你就得叫我姐姐了 要是嫁进去了 我就是十四房 你就是十五房了 十五房 忽然肚子痛 快 小姐 这 你没事吧 这怎么了这是 实在不好意思 麻烦这位姐姐 跟凝蒙王说一声 我忽然身体不慎 就先走了 好 没问题 你头沙挺好看的 在哪儿买的 小琪 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姑娘 比我好吗 她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姑娘 虽然有时候 喜欢贪吃 有时候 也会耍一些小脾气 但她却是一个 特别善良 特别勇敢的人 那这么说来 她也没有很特别呀 可她在我心里 万中无疑 这一次入导 展大人会带她一起前往吗 导国虽好 终为义邦 他曾经跟我说过 他要吃遍大宋所有的美食 是 若是我带她去了 这个愿望她可能 一辈子都完不成了 我不愿意让她跟着我一起吃苦 要是她不在乎这些苦呢 我在乎 姑娘 这次十分抱歉 我会去跟王爷说明 一切错在珍州 告辞 我会去跟王爷说明 告辞